看翠安穿黑三姐的男朋友 这次该拍摄 他是萱萱的爸爸 受到小孩 像是给翠安这样合适 他是很辛苦的 对该拍摄出来 是这样七百岁 可能那个画面 已经是最后在跟老师求救了 结果老师跟他挥挥手 就走了就不理他了 结果他就贪婪趴下去 他们都觉得他已经睡着了 一个小朋友跪着的姿态 屁股翘起来跪着的姿态 头部整个是平的 趴在地上 有小朋友是这种睡姿的吗 本来要让孩子在中最后照顾 中十一个月宣宣 上去身边是公共投入中心 想不到孩子算不显过往 不然条件是去 发现那天的八点十三分 孩子的翠安就已经沉 十时已经拍摄 十九分以后孩子就没在顶礼 也不过算一直到三十六分 老师才发现说 孩子若像我前行不对 他也将翠安抵起来 结果三十七不够救完时间 说的时候会导致口罩是吸得更紧 让他变成真空砖这样子 无法呼吸致死 看监视器看到那个小朋友在那边 口罩已经成真空砖 在那边跳的时候 那个监视画面是让我很心痛的 共投副家人会议说 最近是团队比高峰期 为了保护孩子 只要要求掘嘴安 半天就都在这期 减方对这个案件 也要有疑问 孩子希望原因是谁 现在就等该看的结果 明镜新闻 新八市报道 明镜新八市报道